那么刚才我们谈的是一个客户价值 那下面我们可以谈谈这个非书的发展历程 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是16年10月11号 你发邮件给张一鸣 想做这个办公平台 从10个人开始做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刚才反复讲到就是 这款产品从一开始 它就不是只是想着给自己用的 而是考虑了一定的普世性 包括自己的特殊性 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从一开始 就想到了要把它未来商业化 但实际上很多公司做事情 不一定完全这么想的 大家满脑子就是服务好我自己公司就行了 后面才会想到 能不能把里面已有的组织能力 做一个外部的溢出 那形成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 所以这个背后为什么会 这么早就想到这一点呢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好的 这是也看做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也有很多内部开发的工具 也没考虑对外的 我们当时想的 它是员工使用的最重度 最朴实的一个工具 我们觉得这个工具非常重要 同时这个工具开发难度特别大 而这个工具要很多优秀的工程师 开发很久 要招真的最优秀的工程师 我们当时想了这么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东西不对外 我们发现 我们招不到足够多的优秀的工程师 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东西做得不够好 如果做得不够好 我们还不如从外面去找 更好的工具 直接去使用 因为内部的做工具 容易形成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这工具不论做得好不好 内部的工具是会垄断这家公司的使用的 它缺乏竞争 而且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们要做就把它做到非常好 要么就别做 我们直接找市场上的工具 我们之前一直用的是市场上的各种工具 来回换过很多次 我们最后决定做的时候 我们觉得就是只有把它明确对外 我们才能找到足够好的 足够多的优秀的人 并且才能支撑得起这个开销 所以一开始就要把格局打开 才能招到优秀的人 优秀的人又能成就这个优秀卓越的产品 这也是个彼此成就的一个过程 我是看到另外一个案例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有点相似 就是亚马逊的这个案例 亚马逊其实是把很多自己内部的一些东西外部化 从而形成了它的不断的增长曲线 我们还真的去学习过亚马逊的一些好的做法 确实是 亚马逊也是把内部的一些东西外部化 而且有些产品在外部还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就是您说的 你在内部的时候这个东西做得好和不好 它最多做得不好就是一些抱怨 但是大家还是得接着用 也就是这样了 但是你一旦对外的时候 你又发现 你做得不好人家就不用 所以你不得不把它做得很好 这个从管理上来讲 其实是外部来倒逼内部 是 从而把这个管理的这个压力外部化 我是看到就是 字节在招人的时候 那一个要求 它叫做三个方面 第一个叫心智成熟 第二个是视野开阔 第三个就是超快的学习能力 或者叫陡峭的成长曲线 我也在好奇 为什么第一个是把心智成熟放在第一位 说这几点来讲的话 我们确实倒是比较重视的 心智成熟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但同时其实也是比较难做的 因为也没有一个 比如说上学的时候 也没有一门课叫心智成熟 也没有人讲应该怎么做 对 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就像您刚才讲的 被吐槽还也能接得住 又能独立思考 它需要你有洞察 之前内心还要强大 不能趴下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逻辑成立 就意味着说 字节在一开始在选人的时候 就已经把能适应这种工作场景的人 在茫茫人海中把它临选出来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支撑之一 我们招聘确实标准还是蛮高的 要求蛮严的 我们来说这种转发生了一个 也能够是在这种转发生的 感谢观看